在2028年之前有人跟他机会抢党主席 有机会抢党主席的人 或者是有机会抢选大会位置的人 就应该是他现在要设定的目标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从重庆 我们看到朱立伦现在几乎 国民党的主席宝座已经稳住了 那个所谓的追查战犯的事情 剩下只有在追查民众党的黄珊珊的 对于朱立伦大家好像还真的已经停止骂身了 那这件事是怎么做到的呢 当然跟韩国瑜还有江启成 能够拿到立法院的龙头老大 以及副院长是有绝对的关系的 那么我们写在这里仔细想想 为什么这两者之间会产生联系呢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韩粉以及国民党的深男党员 他们是属于比较激进的 这些人他们长期以来是支持韩国瑜的 在当时候啊 2023年提名奈会 也就是在2023 三到五月的过程里面一直有人需要能够提韩国瑜 甚至到五月所谓征召以后到七月底全代会出现的过程里面 还是有人认为应该要支持韩国瑜 但是呢终究追隆的意志是从头压到尾 也就是要让这个侯友谊一直撑下去 虽然这过程里面啊 从六月起就不断的有人说要把侯友谊给换掉 一路缩到十一月 为什么缩到十一月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十月一号起 一直到十月二十三之间 一直在讨论所谓蓝白和 或者是蓝白之间谁当正谁当负的问题 那个过程里面啊 可以说把大家消费个殆劲 也就直直花了将近五十天的时间 只是在讨论蓝白合不合 或者是柯文哲与侯友谊谁当正谁当负 换言之到这个份上 几乎就已经在告诉大家 侯友谊啊在这里啊 做不做是一个正位的大位候选人 某种程度上对他们来说有些可有可无 他只是国民党的一个代表 如果是像赵沙康 这样一个战斗兰的旗主的话 那么不会有人认为他应该选扶手了 如果他代表这个国民党的正位候选人的话 那今天问题不就好解决了吗 偏偏呢 朱立伦的提名策略就不是如此 他就刻意要摆一个 真的不太适合选择位置的侯友谊 侯友谊果然呢 就如他所愿 至少在台湾2023年的6月8号那天 他到政大去做演讲 对学生演说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个俗称台湾叫做六八残案的日子 原因是什么呢 那时候的侯友谊显现出 他连学生用中文问他问题 他都可能听不太懂 还需要旁边的主持人帮他做翻译 告诉他说这个学生其实问的是什么问题 然后让他了解他可能该怎么回答 这就被大家做了戏虐的说法 第一个是说他应该别选 而另外的说法是认为他原来听中文都有问题 还需要人家用中文来翻译中文 第三个说法说他是比韩国瑜的草包还要更重 就是连草都没有的草包 当然一旦在媒体上被这样定义的时候 那个形象就很难翻转 所以即便当时候整个国民党 似乎都已经全员集合 他都还只能拿到四百七十多万票 这个结局并不令人意外 但是你如果换另外一个人上来选 可能就会多出七十万票 而民党的票就会下账部分 那可能国民党就反而会胜 但是这都不适度 朱立伦的算盘 朱立伦的算盘要的确实是今天这个结果 那当然你可想而知 在四年朱立伦会用什么算盘呢 他也希望四年后会是他来选这个大位 因为他还没死心 此时此刻的朱立伦也不过才六十四岁 你认为他会在四年后死心吗 他当然认为四年后是他人生最后的机会 或者最后至少可能是少数一两次的机会 那他会做什么呢 他会在他现在党主席的任内继续做什么事呢 既然他就是不下台 也不会因为侯友宜的提名错误他下台 他当然就先用立法院院长变成是韩国瑜这件事来表公 而且支撑他 而且也和傅昆琦来做联盟 那傅昆琦也保护他 因为至少傅昆琦可以控制住整个立法院 52席的国民党的相关委员 这样一样 由于他和傅昆琦联盟 也由于现在有了一个小小的功劳 是似乎他提名了韩国瑜当部分区立委第一名 如果有这几项功劳的话 他至少可以撑到2025年的9月 但是别忘了他可以继续引用这个关系 再连任一次国民党党主席 那就是他可以直接撑到2029年 或者至少到2028年 那么大家想想 这过程里面他必须要做什么动作呢 他就必须要再击败其他几个 可能跟他选党主席的人 但是立院龙头是不能在这四年里面 跟他选党主席 却可以在2028年以后选党主席 所以在2028年之前 有人跟他机会抢党主席 有机会抢党主席的人 或者是有机会抢选大位位置的人 就应该是他先要设定的目标 这当然第一个就是卢秀远 而第二才是蒋万安 第三就会是张散政 然后才会是在2028以后 可能出现了韩国瑜 这样一来 朱医仁心思会往哪里计算 我们就已经可以知道 他的大致方向 而这些斗争的场面 也应该会在未来 所有的政治场域里面 至少在2026年 其中大选之前 可能就会陆续的推出和发声了 感谢您的收看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